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0年9月3日星期四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这个TikTok卖给美国的这件事情 昨天呢我做了一个视频,是关于这个TikTok呢 他们说是昨天报道说选定了一个buyer,选定了一个买家 这个买家呢说是9月,说是前天我说的啊,说是9月2号会公布 但是呢今天是中国的时间9月3号,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的9月2号呢 都已经过了,但是我刚才呀找遍了全网 我也没有找到这个消息说这个TikTok公布了说他选定的是哪一个买家 不仅如此,这个TikTok这个买卖的这个deal呢,现在是被搁浅了 它前途还指不定怎么样呢 现在呢这个Microsoft呢也就是微软 微软它是绑定,它是绑定Walmart 他们两家联合来买这个TikTok 然后另外一个买家呢,另外还有一个两个买家其实 一个呢就是Orico,中文呢叫甲骨文 这个名字呢有一点奇怪,我有时候我如果眼前没有写下来这个名字的话 我老记不住 我能记住Orico,但是老是忘了这个甲骨文 它叫甲骨文,另外一个呢还有现在在美国现在正在使用的一个 类似于TikTok的那么一个平台 叫Trailer 这个Trailer这个平台呢,他们也想买这个 但是他买得起买不起可能是一回事 所以说好多媒体呢就完全就把它给忽略了 基本上很少有人提到它,提到的呢就是微软加Walmart 然后呢就是甲骨文 这三家实际上是两家 那这个呢现在也搁浅了 这两家呢因为这件事,这件事情本身 现在呢前途未博 所以这两家呢这两个买家呢 其实现在也不一定了 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呢就遇到了很大很大的麻烦 就是因为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 中国就出台修改了出口技术清单 在这里面的修改里面呢就明确的包括了TikTok他们的技术 这TikTok的关键技术呢就是他用于向用户推送影片的一个算法 这个算法呢是算是一个国家限制出口的一个技术了 现在如果说公司也就是这个TikTok 他的母公司叫字节跳动 如果字节跳动想把这个技术出卖的话呢 那你必须得要从中国政府那里取得这个许可证 没有这个许可证 你这个是不可以卖的 现在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困难 那为什么说这个中国新推出来的这个规定 就让这件事搁浅了呢 因为在这个规定的前提之下 那他们现在呢就面临了这个 就是从中国这方面的两个选择 就是说一个是呢你就不要了 一个就是就是说或者是你取得这个批准 批准或者你取不能取得这批准 现在呢都在认为要取得中国的这个批准呢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呀 中国不可能把这个技术呢 给他卖给美国 说到这呢我也想说一下哈 你美国你不是很牛吗 你不是很牛差吗 你们不是这么先进那么先进 怎么现在在一个字节 在这个TikTok这一个技术方面 你们就卡了壳了呢 现在呢我看到报道就说 美国这个购买者呢 美国就面临着四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呢就是这个关键技术呢 我们不要了 不要这个关键技术 就光买一个空壳 这个呢我在昨天的视频里也提了一下 你要是光买一个空壳呢 现在美国就这两天他们都在讨论 如果光买个空壳呢 还不如不要了呢 因为这个TikTok呢最关键最关键的 就是他的那个 这个他那个算法那个技术啊 如果没有了他的话呢 其他的美国也是有的呀 对吧 所以就没有意义呀 我买你这么一个 那我要是能自己开发出来那个的话 我还用费这么大的劲 买你这个这个TikTok呀 那就是说呢 你美国你那么牛差 合着说一个小小的TikTok的这么一个算法 就把你们就卡住了 你们就搞不出来 Facebook搞这么长时间都搞不出来 那个Trailer搞了好长时间 Trailer可是在这个TikTok 就是进入美国市场之前 那个Trailer已经有了呀 他们也不行 就是你美国现在的技术根本就不行 还说什么危害的国家利益 这纯粹就是借口嘛 对不对 现在就是很显而易见了吧 你这种强盗的本质 现在就就暴露无遗了嘛 你就是你搞不出来这个技术 才才就是找了那么一个借口 要把人家赶走 或者赶走 或者你卖给我 对不对 现在就以这种巨额的这个这个 利益来诱惑对吧 如果说出卖的话呢 这个现在来说有一种说法是300亿 300亿美金啊 你说这个这个他叫张一鸣啊 张一鸣这个年轻人 你说搞这么一个 然后300亿就赚到手了 真的是 当然如果不卖给他的话 他能赚更多其实 对吧 那这个现在呢 就是说你第一个选项呢 说光买一个空壳 这个是不现实 因为他们不会要 没有意义 他们不会要的 好 这第一个选项呢 有和没有呢 实际上是那个一样的 他们不会选这个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选项呢 就是让中国批准说 就把这个技术卖给他吧 现在中国和美国的这种情况下 对吧 中国绝对不会批他的 绝对不会批他的 你美国以这个技术 这个卡中国的脖子 那个技术卡中国的脖子 中国这脖子让你们给掐的够呛了 对不对 好 现在 现在中国有机会掐你的脖子了 然后 why not 为什么不掐你呢 对不对 所以中国呢 不会 不会批他的 所以美国人也知道 我看到他们那个媒体的报道啊 什么纽约时报啊 华尔街日报啊 呃 说华盛顿邮报啊 什么之类的 都是路透社呀 大家都是认同这一点 就觉得让中国如果说批了 就把这个卖给你 这个可能性也不大 他美国人也知道这一点 好 这个可能性也不大 对吧 中国不会选 第一个美国不会选 第二个中国不会选 然后呢 又出来一个 就让美国呢 把这个 这件事情哈 再 搁一搁 暂时的先搁一搁 给他 搁三年的时间 有一种说法 有人说搁一年 有人说搁三年 甭管搁多久吧 就是搁置一下 那这个又出来一个问题 出来什么问题呢 这个昨天川普他又出来了 川普出来说什么呢 说嘿 现在呢 我给你们的时间可怪到了 现在已经进入到九月份了 九月十五号的这个期限到了 那别人说不对呀 你不是说把期限子推迟到十一月十二号了吗 现在川普不认了 不认了 他说就是九月十五号快到期了 你们看着办吧 如果你们到时候不到期的到期 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呢 你这个TikTok就得关闭 好 这个川普呢 十一月十二号的这个他都不认了 这个九月 九月十五号他能认吗 不会的 不是 推迟三年这个他能认吗 他不会的 他现在他坚持九月十五号 不过呢 话又说回来了 川普一贯的耗耍这些花招 牵着不走 打着倒退那种 耍花招也有可能的 就是说往后推迟 估计十有八九呢 就得往后推迟了 因为如果你不往后推迟的话呢 那就还有第四个选择 有识之士呢 就出了一个这个主意 就是第四个选择 第四个选择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还买你TikTok 但是呢 不买你那个关键技术 不买 但是呢 就像你来这个租 租这个使用权 租你这个关键技术 有人想出来这招啊 我不知道中国的那个 中国的那个清单里面 他有没有包括这个租啊 他说的是买 但是好像没有说租啊 中国也可以赶紧把这个漏洞给他补上 对吧 中国有这个解释权 中国可以解释 我这里面 就是说我包括 我包括卖 包括租 总之一句话 我这个技术不能落到你老外的手里面 他可以这么解释啊 所以呢 现在我觉得这四个 这四个选项呢 可能也就第三项 有可能 就是再拖三年 这有可能 如果川普再拖三年的话 有可能 反正是如果拖三年的话呢 TikTok和字节跳动呢 他肯定会同意 拖一天算一天了 到时候指不定怎么回事呢 没准川普还得了什么 得了新外肺炎呢 没准川普还不能那个 没准川普这回这个 re-election还失败呢 对吧 竞选还失败呢 谁知道 Who knows 到那时候 三年的时间 别说三年的时间 一年之内 谁知道这世界会出现什么变化呀 对不对 好 关于呢 这件事情 我就跟您聊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